近日,越来越多人讨论土地的2047年大限问题。有人提到2047大限地契问题必须10年内解决。否则半个香港物业市场张庭顿,政府亦曾表示,有超过3万份新界,包括新九龙,土地的契约,将2047年中期满,讲到那么大件事。 究竟2047大限是什么,究竟使用权限到期有什么影响,届时使用权会否自动逐期,保地价费用多少,楼市会否因而被推倒呢? 事实上,中国内地的土地使用权是有期限的。年期介乎20至70年。早年温州有物业已到20年使用权限。逐期需要保地价近30万元人民币。 金额足足是楼价的一半。消息当时不止引起当地民众关注,更令本港不少业主或是考虑上车港人感到担心。 若一国两制没有继续实施,到期地契会否变成废纸。根据地证总处按土地注册处提供的资料所整理的数据。 目前有效并涉及一般商业。住宅、工业用途地段的土地契约。到期的年份最早为2025年。由2025年至2047年6月29日。 合共约有2400个一般商业。住宅、工业用途的地段,按分段地段计算,的土地契约到期。 2047大限问题一,所谓买地、买楼,并不是土地拥有人吗?探讨土地使用权限到期的问题。 先要向大家讲解香港的土地业权。其实除了中环姓若汉座堂获永久地权外,所有土地均是政府拥有。所谓买地、买楼,君子是取得政府批租土地的使用权。 现时所谓的业主君子是该土地的租用者。而非真正拥有人。2047大限问题二,批租年期有多久。 为何土地使用权限于2047年到期?一般政府批租年期分为三种。分别是75年、99年、以及999年。 当中港岛及九龙部分属于旧契,租期为999年。主要位于中上环、山顶、湾仔、北角等地区,其余港岛及九龙半岛,界限加以南,土地使用新契。 批租年期或175年。至于新九龙、界限加以北至狮子山以南,及新界的租期为99年。 由于1997年前。香港面对回归前途未明问题。为了释除大众疑虑,中央政府提出1997年7月1日至2047年6月30日内租约期满的土地。 以免保地价,只需要缴英货差在租值3%的年租。即可继续租用。 换言之,大部分租用的土地,以及土地以上物业,于2047年6月30日到达批租土地的年限。 土地使用权将会到期。到底届时政府会,收回土地,继续免保地价自动续租。 还是,在温州事件中,需要大不保地价呢?目前很多人认为中央政府不想香港动荡,会采取自动续租的做法。 2047大限问题3,使用权限于2047年到期。会有什么影响? 现时向银行承造按揭。最高年期为30年。如果2017年7月之后开始计算。 正好跨越2047年的土地使用权限到期。金管局方面曾回应指,政府会有权批出2047年后的续期地契。 银行无需调整案揭政策。发展局局长黄伟伦亦曾回复立法会议员表示。 政府全权着情决定为地契续期50年而无需保矫地价。 但业主需每年矫交租金。2047大限问题4,面对使用权限2047年到期。 政府如何回应?根据特区政府于1997年7月公布的政策声明。 没有续期权利的土地契约不包括短期租约及特殊用途契约。 在期满时可由政府全权着情决定逐期50年而无需保矫地价。 为需每年矫纳租金。 款额相当于有关土地应货差在租值的3%。 租金期后会随应货差在的改变而调整。 根据此政策,特区政府成立后。 批出的地契年期一般均为50年并跨越2047年。 视乎批出日期和契约年期,目前有效的土地契约将会于不同日子期满,包括2047年6月30日当天。 之前或之后,自特区成立以来,地政总署一直按上述的政策处理期满土地契约逐期事宜。 考虑土地契约逐期与否的因素包括,原有契约有否出现严重违反地契的情况,以及违契情况是否在限期前纽证,如原有契约是基于某种政策考虑。 例如推动个别工业的发展而批出,该政策考虑是否仍然适用等。 具体手续方面,根据现行安排,若土地契约获批准逐期,如土地属单一业权,或属共有业权而所有拥有人一致同意逐期安排。 地政总署一般会与所有业权人签立土地契约逐期文件。 为土地契约逐期,如土地属共有业权而拥有人未能或难以一致同意土地契约的逐期安排。 例如单位分拆出售的住宅楼宇,政府会在现有土地契约期满后,把新契约批与财政司司司长法团。 再由财政司司司长法团将个别物业的不可分割分数转让与有关物业的注册业权人。 此做法确保即使个别业主不同意或不能执行转让安排,仍不会影响愿意逐期及完成转让手续的业主的权益。 一般而言,地政总署会在土地契约戒满前三年开始处理逐期事宜。 就个别较复杂或共有业权众多的个案,处方可能会更早展开相关工作。 2047年6月30日将会有大批土地契约到期所涉及的地段数目,用途分项及权益分数等资料有待地政总署整理, 预计有关整理工作于2021年起分阶段完成。 至于在2047年6月29日或之前到期的土地契约。 根据地政总署按土地注册处提供的资料所整理的数据。 目前有效并涉及一般商业,住宅,工业用途地段的土地契约。 到期的年份最早为2025年,由2025年至2047年6月29日。 合共约有2400个一般商业,住宅,工业用途的地段,按分断地段计算,的土地契约到期,所涉的权益分数资料正在制备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